所以再来的话,我们来请各位切到这个daydiv 因为刚刚提过,如果日减日的话比较简单 减完之后就是哪一天 所以计算天的话比较单纯 那如果要计算比较复杂,就是那个年跟月 像这边有个练习题就是说 如果我想要计算什么 这个人出生到今天为止 它总共实际上的那个年龄是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不是只有税 也就是税减完之后还剩下的月,还要几个月 然后还剩下几天,这个可能要算出来 那以往如果要算月跟日 其实年跟月很麻烦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一个函数叫daydiv OK,那这个daydiv还蛮重要的啦 因为如果说你不会daydiv 要来计算那个年跟月的话 那就会大麻烦 而且它还算完之后还可以帮你找 剩下的有几个月,剩下的几天喔 所以这里的话它可以借由参数叫ym 算完年之后 剩下的月叫ym 然后呢算完年跟月之后的天,md OK,所以其实利用daydiv可以快速算出来 那只是说因为daydiv有专利问题 因为这个daydiv函数最早是出现在LOTUS 123里面,LOTUS其实距离现在应该30年了吧 那很早在DOS底下,其实以前试算表 第一品牌是LOTUS,后来被以色尔打败了 那以色尔当然为了相容于之前的LOTUS 所以他把daydiv也拿来 但是会有专利问题 所以喔 daydiv以前以我们在插入函数里面的日期时间 理论上我们直觉是 应该里面会有daydiv 可是你会发现,这里面应该是看不到daydiv啦 但是喔 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去执行我们这个函数 比较麻烦 自己打 要怎么打? DATE DIF 这个可能要自己打 到现在他没办法加,因为这个有专利问题 然后呢 他总共需要给三个参数 这个可能要稍微去,因为他没办法提示 第一个是比较前面日期 逗点 第二个是比较后面,比较接近我们的日期 第三个呢 你要把比这两个 的什么 我们如果比相差几年的话 那你就给一个 文字 叫做Y 那月就是比相差几 个月 OK 然后几天嘛 OK 你打勾 那你会发现相差的是26年 降下填码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如果把它改成M的话呢 是相差几个月 这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那 再来的话呢 这两个日期相差几天的话呢 你把它改成D 9,554 9,554 当然你其实 如果你不用这个Dative来减的话啦 其实你可以用我们刚刚的方法 等于什么 这个日期 减掉 这个日期 打个勾 其实也是同样答案啦 反而更简单 OK 所以基本上Dative如果你要用来计算天的话 其实没有优势 再来的话呢 减完年之后 26 这两个日期相差26年 已经 那可是呢 还 剩下几个月 剩下的部分的话 早的啦 有点像早 几个月 你可以 这边再加YM 一个月 OK 26年又一个月 所以这两个日期相差26年又一个月喔 然后还相差几天 有没有 8月15到10月12 一个月嘛 还剩下几天 早的呢 你可以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MD OK 又27天 所以喔 如果假如说你要用那个什么 计算这个人 出生到今天为止 到底是几年 几个月又几天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Y YM MD 就可以把他求出来了 所以喔如果假设啦 底下这一题喔 你们可以试试看 他等于什么 等于 Dative 这个要自己打 Dative 比较前面日期 那就这个 他的生日 就是 跟哪一天比 跟今天 所以你这边自己打个today好了 小瓜糊 today小瓜糊 逗点 先放个Y 他几岁吗 48岁 几个月 YM 几天 MD 那可是问题喔 后面要用串的 所以我的习惯是 直接拿下面这一串文字 税到天 Ctrl C 先把他拿到这个公式的后面 用串的 and 双子号两个 移到中间 把他贴上 打个勾 48岁 N个月 又N天嘛 那其实刚刚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几个月的话 就YM 几天就MD嘛 剩下来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 其实这个有点像串公式 有点像跟那个前面VBA那个有点像 把某个变数放在某个 某一个字串的中间 其实规则有点像之前这样 把前面这个当成I DATIVE这个 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放过来 放过来的话就是 选取Y 然后我刚刚之前有跟各位讲过一个口语 双子号两个一到中间 AND两个移到中间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有点像是 VBA里面的I 但是那个I是个变数 这边是一串公式 在公式里面最麻烦是不能见变数 YM 打勾 11个月 所以他因为19 这个72 对他因为8月5号 今天8月2号还没满 所以11个月 又几天呢 那一样道理 把这个Y 选起来 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再把它贴上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MD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大功告成 应该就是几天呢 28天 OK 所以 其他部分就向下填满 那就可以很快把 这个其他人的生日全部计算出来 那请各位试试看 Daddy不部分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其他还有像 e-day e-day e-day的话 就是 早期是用分析工资 但现在不用 就是说 奥运 假设 奥运是 20 看要不要改 不改没关系 好像是7月16 这一天 奥运当天 等于 这个日期 那如果前后三个月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就可以用e-day 插入函数 那你可以用e-day 这边有e-day 这个日期 的三个月之后 OK 然后呢 再来 前三个月的话 一样 e-day 这个日期 的前三 负三 这样OK 当然 如果你不用e-day的话 那计算就非常麻烦 你如果不用e-day的话 你可能就要用什么 用那个插入函数里面的 date 然后加 year month day 然后在 这个什么呢 month的地方做计算 哇 那太麻烦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该怎么de-day 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 哈 哈 感谢观看